繼續6時新聞 公立醫院人手持續短缺 有新入職的醫護人員 但就青黃不接 為了提升護士技能和應變能力 醫管局為護士提供模擬訓練 舒緩人手問題 沒有聯合提過 這裡是隔離病房 專門接收需要隔離鏡傳染病患者 醫護人員全副武裝 搶救確診禽流感的病人 協助他呼吸 也會觀察數據評估病人 同時這裡也可以搖身一變 成為臨時的急症室 由診斷病情初步治理到找醫生支援 在有需要的時候 更加要照顧病人家屬的情緒 學會處理不同的突發情況 這裡的導師會根據實際環境 設定不同的場景訓練護士 完成一連串的模擬訓練 導師會和學員逐一檢討 過程中的犯錯和改善方法 參加訓練的學員都說 場景和道具更具真實感 令他們更加投入 投入感更加會真實 因為獎真度很高 病人的衛生指數可以展示出來 亦會給予你反應 如果不停的訓練 會令自己的信心加大 去做的時候得心應手 導師就說設定訓練場景和檢討都很重要 我們會選一些比較常見 或者是如果做錯了一個決定 可能就會影響後果很嚴重 給他們一個容許錯的地方 就是我們不想去做錯這個地方 帶回真正的工作環境 如果做錯了 我們事後再做一個檢討 遠方就說希望培訓能夠增加員工的歸屬感 玩樓公立醫院的人才 尤其是新畢業經驗前的同事 能夠快些掌握這些複雜的病情 我自於覺得 他們會覺得機構對他們關心 在培訓方面用心栽培 亦都幫助他們快些適應 臨床緊張的一些工作情況 這個訓練中心 現在每年培訓大約一千名 剛剛畢業的護士 以及二百名現職護士 主要提供急診室 深切治療部傳染病和醫科訓練 負責人就期望 未來可以增設更多專科訓練 以及增加訓練人數 提升護士的技能 亞洲電視記者 五號連報道 財源部傳染病人